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兄弟都已经知道这把这个物理是什么武器啊 但是很多兄弟没有见过 咱们今天全方便看一下这把武器的伤害啊 没错 他就是梦幻修第一龙宫武器九霄云雷啊 但是十八段太阳石的话 我觉得作为龙宫武器这把武器是独孤求虐了 但是严格来说的话 我水哥把这把武器当作一把物理武器啊 咱们算一下他的伤害 虽然他现在是一个零波城来带的 但同样这把武器拥有全梦幻第二高的呃 弓箭里面啊 弓箭里面是第二个啊 九百三七 纯伤啊 九百三七纯伤伤 加上一个三十三的体质乘以零点呃 五七 加上九百三七啊 九百五十五总伤啊 加上一个魔力 带我大龙宫回归之啊 就是这把武器发扬光大之时啊 现在只能在我呃 水哥号上当个物理武器兄弟们 有些人说想看打图大堂 打图大堂再晚点 好吧 今天我们还准备了很多资源啊 先到账号展示环节啊 现在看到林陌晨 决定一个林陌晨屌不屌的情况下 我觉得还是要看他临时啊 前排七伤害 能报道沟通啊 十点 呃 五九 十点啊 十点 十点 七伤害啊 十点七伤害 没有问题啊 超级简易啊 十一段没有问题啊 超级简易十一段没有问题啊 全梦幻唯一两个三属性的红丸 超过二十速度的三属性红丸 两个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兄弟们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啊 呃 有兄弟说这号能给我打出屎来兄弟们啊 严格来说这号能把我们都打出屎来啊 三法房十段 没有花招了 项链普普通通啊 神龙野兽 兄弟们接下来想看什么号啊 宝宝还没有看啊 呃 咱们今天评选一下这这一号哪个号宝宝是最强的啊 因为我觉得水哥这号的宝宝也非常的牛逼 非常的牛逼啊 今天的话我们应该是能看到神威的半步江山了 所有的宝宝最牛逼的宝宝应该都在这里了 都在这里了啊 啊 水哥号战士放了五个宝宝啊 带念拿去刷经验了兄弟们啊 没有办法啊 带念拿去刷经验了啊 呃 善恶啊 善恶 这个 兄弟们 这个马能跟我西哥这个马 battle一下 兄弟们 这个马应该能和这个 battle一下 咱们认真的看一下 1.269 1.26 1555 1464啊 这个是151424 技能的话咱们看一下水哥这个技能 水哥这个技能是盾气和进屁啊 没有反正啊 啊 感知的配合和驱轨的配合 然后我西哥这个的话是啊 高飞行高反正啊啊 高神技对吧 这个呢是作为一个开场的神马 而且我水哥这个的话是可以属于说后期拉出来会比较牛逼 啊 有兄弟问这个号多少钱买的是吧 兄弟们我保守估计今天我们在直播间看到这件号应该是差不多 一个有吧 差不多了啊 猫子啊 嗯 一个亿 兄弟们 一个亿 差不多了 有 有了 一个亿啊 啊 一个亿在现实生活中能买些什么 香港 香港能买几套别墅 一个亿啊 哎 就一套 一套啊 你论香港不是说那不是这一套啊 啊 香港一套也可以的兄弟们 香港一套也可以了啊 死亡法庞进台啊 神马浮云 能在水平二华安买一套300平米的居宅了 法庞进台motion 还没有 那也还可以在台湾形作 那还可以 还可以啊 那也还可以 还可以在台湾 função 那也还可以在台湾